那接下来讲我们欧洲特有的语法 什么语法呢 这个语法很多人应该已经听过了 什么语法呢 叫分类 分类语法非常好用 在我们项目开发的时候 是经常读的一个语法 那这个分类有什么用呢 分类它是有一门单词的 这个分类一门单词叫啥呢 叫到CAT 由于这个东西是从国外翻译过来 所以有些人叫分类 有些人叫什么呢 类别 或者所谓叫类 啥玩意儿都有 一般我们叫分类 一般我叫分类啊 叫分类OK 这个翻译过来一般叫分类啊 那这个分类一般有用呢 它用了什么场合呢 接下来我先说个使用场景啊 先说使用场景 我先不说它有用了 我先看一下使用场景 你使用场景搞不懂 那这东西学到白学了 那先看下使用场景是什么地方 先新建一个项目啊 新建一个项目 你刚刚插口味有关了 所以打开标准 等它一会儿 好来新建一个项目 好新建一个项目 选择我们的命令项项目 然后下一步 下一步啥呢 我看一下啊 今天我们应该是第几个玩家 今天我想桌面 共享 红包 代码 第四个对吧 来今天第四个 讲来讲我们的category category有好学细节啊 category 叫分类 那为了让你们理解啊 我这里再加个中文吧 再加个分类 再加中文啊 叫分类 好这个东西怎么用来来新建到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啊 0807在码里面然后create 打开我们检验现在是全部是我改个东西 然后梦涵是不是不见了 继续的 完事了 完事了就看好结婚 那怎么了现在我是想演示一下分类怎么用啊 分类在什么使用场合呢 就分类它是依赖一个类的 既然是分类依赖一个类 首先我们是新建一个类才能演示分类怎么用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类 新建一个什么类啊 我们是可以来什么买个person啊 Person有类啊 然后呢我们一敲 敲完就是生成我们这两个文件了 而且文件内容是已经被我改过来的 是吧 改过来了接下来看 接下来啊 我们person呢 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什么玩意了 是已经有类的声明有类的实现了 所以假如我想给这个类 扩充一个方法 我们是可以考虑在这里写个声明 在这里写一个实现的 比如说想扩充一个什么test方法 假设的啊 扩充一个test方法 是不是写个test了 test完之后是不是在我们.n文件中进行实现了 实现了我们test方法是完事了 对吧合理们 来一个test test实现啊 怎么呢 简单打印 比如说 调用了test方法 将是为我们这个类 添加这么个方法 也意味着创立我们对象是能调用这个方法 使用了对不对 现在我有个需求 我有个要求 我要求是现在你要给我这个person 再增加一些方法 但前提条件是 不准更改那两个文件 听懂吗 不准更改这两个文件 给我这个类增加一些方法 应用我们以前所学知识 怎么办呢 是继承 之前是用继承 我用继承是可以为我们person 拖充一些方法 在子类里面拖充吗 对不对 但是我又有个要求 不准用继承 不准用继承 不准创造新的类 你想啊继承是会创造出一个新的类啊 我不想啊 我就想给person这个类拖充一些方法 而且不允许你去更改那两个文件 怎么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分类了 分类就干净用了 分类干净了 分类就可以在不改变原来类这个模型的技术上 给这个类拖充一些方法 听懂吗 这分类 他们怎么新建个分类 分类分类它是有格式的 分类也是分两种你想干 我想说分类可能是什么事情 分类是可以给 给某一个类 扩充一些 方法 而且扩充方法它是可以不修改原来类 不修改原来类的代码 所以要对不对那怎么实现呢这样子你想要你要给某个类 扩充方法是也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声明一种是 实现了 分类它怎么写 我先说格式 所以他也是分什么 分声明还有啥 还有实现 对不对 你要扩充方法肯定是分实现了 跟声明一种 怎么写了 分类是这么写的 他也是写什么样 Interface 顺便写上什么 类名 写上你的类名 我基本上是失灵的 等他一下 来 写上你的类名 听懂吗 写上你的类名 而且 这个东西行 要写什么 End 而且写完的时候你想要 我这么一写完好像是一个类啊 不是什么分类啊 是不是好像我生了一个新的类啊 对 分类还有个格式什么格式啊 后面有个小括号 小括号里面写上什么 你的分类名称 每一个分类都是有名称的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类啊 可以拥有很多个分类 那怎么区别这些分类呢 是给分类写个名称 写完了 写完就写下怎么写 实现怎么写 实现有什么关键呢 Emplementation Emplementation 而且也有什么 类名 想啥 分类 名称 这是啥 End 知道怎么做吗 在这里面是写我们这个分类 想给这个类拓充哪些方法的生命呢 在这里面是应该编写我们这个分类 想给这个类拓充方法的一些实现的 实现一道 对对完成了 OK 那既然是这样子能想要 那我们这个类是应该叫Person 我先是想给Person这个类增加一个分类 那这里应该写谁啊 是应该写什么的呢 注意的 而且按照我们一个原则 声明是应该放点源写文件 实现应该放点源文件 对不对 看我能放 有点 然后选哪个呢 选OC category 看的category 分类 然后下一步 下一步呢 这里我们要选择看的 这个category 你要给哪个类 添加一个分类 你看看英文那字 which class to add category to 是哪个类要添加分类啊 我们先是给谁扩充方法 Person这个类是写上不可能 那上面啥意思 分类的名称 我是说过分类有个名称啊 对不对 叫什么 比如说叫mj吧 为什么叫mj 因为我说一下 我想告诉别人 这个分类是mj写的 所以一般来说 分类名称可以起为 人民 听懂吗 可以是人民 但一般来说可以认为是什么 模块名称也可以 比如说你这个模块是什么名称啊 那个模块是什么名称啊 不过先不用管 等会我解释看 来下步 下步呢 来 一新建一个 你会发现 它是帮我们生成了两个文件 首先 深看我们 头文件 头文件里面就是什么样 声明 是声明一下你对这个类 增加一个mj这个分类 对不对 再来点A文件中是不是对我们这个分类进行实现了 是一刀 对 好听好听没有 他自动帮我们创建好这个文件名默认得怎么行 是不是利用类名加上分类名称啊 将我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分类 是不是 密明规范吧 点往下看 那你想想 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一句吗 为什么这一句 你如果那把去掉 是吗 没错 为什么 找不到这个类 你是包含这个头文件才能找到post 这个类啊 我才能post 给post 这个类将来一个分类啊 对呀 完事了 完事了 摆到脸上文件 知道为什么包含这个呢 因为这个文件里面是说清楚我们现在分类叫什么名称啊 你不包含我们的头文件我怎么知道你这个分类叫什么名称啊 你给哪个分类你实现了 对呀 所以两个头文件都要搞清楚了 我不说太多了 说太多了 因为阅运了 怎么行 现在我是想给Person 扩充一个方法 比如说我想扩充一个study方法 而且我不想改这两个文件 是可以在这里扩充个study啊 首先是写想study的什么 这一切生命还实现了 S T U D Y 是不是study啊 S T U D Y 是不是生命啊 接下来是在点N文件中进行什么 实现了是不是study啊 那里面说 叉叉叉叉 叉叉 学习 随不起啊 学习 刚刚刚刚 看起来吧 现在呢 我是不是在这个分类一位给我们Person这个类啊 增加这个方法 是不是啊 但是我又改变原来这个类吗 啊 我又改变原来这两个文件吗 没有吗 看我怎么用 来到点N文件 我们是把这东西用一用啊 首先创建Person讲说的能够说了 就来个Person好不好 啊 来个什么 首先你要包含对不对啊 impor 啥呢 是来个Person.h 先来个Person.h 接下来怎么呢 是不是来个Pers1Person 来个alloc 是来个init 是意思啊 接下来是应该复制给什么玩意啊 是复制给我们这个Person P啊 是意思吧 那今天是看了 首先如果我们调用Ptest是完全没问题 为什么呢 你说test方法是生命在这个投文件里面 这个投文件里面是有test 所以我是能调用里面的这个test方法 对不对 首先呢毫无疑问一点运行 看到 是不是有这一句打印呢 是不是调用Test方法 对不对 现在我想调用这个人的study方法 你看 我想调用这个人的study 来个study 有提示吗 不可能提示的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可能提示 为什么 你想为什么 你现在是只包含这个投文件的 这个投文件里面你有生命study方法吗 没有 在哪里没有 是加mj这点有啊 知道怎么做的吗 impot谁啊 是impot parson 加mj.ns 对不对 而且我一再强调 你能写个点吗 不是傻瓜在写点吗 是不是错了 对不对 接下来我证明写是对的 而且你发现没有来 stu 就有提示了 为什么 我是已经包含这个投文件已经知道这个类里面增加这么一个方法上的 那将来一调是调到这个方法的一个实现去 是不是 搞定了 这里分类 运行 看到方法打赢了吗 说明study方法是确实要让我们分类的实现的study方法里面去啊 对不对 能感受到分类的好处吗 能感受到将来分类的我们开发带有什么好处吗 如果我们一个类 非常庞大 你这个类非常庞大 庞到什么地步呢 庞到它很多方法几百个方法几千个方法 但这些方法都是有不同功能的 那我们是可以把不同功能的方法写到不同的分类里面去啊 一个分类写一个功能一个分类写一个功能 比如说这个功能的十个方法我写到一个分类 另外一个功能的十个方法我写到另外一个分类 是另一张 而且我说过每个分类是有自己的名称 是另一张 而且你想想这是更有利于我们团队开发 你写这个类的一部分我写这个类的另一部分 那大家写的所有东西是可以凑成一个完整类 你想是不是 是更加有利于我们团队开发 对不对比如说你对北京写的类交给另外一个人去交给南京一个人利用完全可以 是完全可以 我写一半你写一半了 凑在一起不就完整的方法了吗 这一道 你搞定了吗 而且你想要你要想用我写好的方法你是只需要包含我分类头文件的完事 是不是 只要你包含person加mj.s你是拥有我分类里面所有的方法上面 你是不是就可以这样了 多么简单的事情 是不是 所以感受到分类的好处吗 对我们以后开发带的好处啊 是吧很多所以你想着我们分类是可以创造无限多过 比如说 再来一个 就给pawson加个分类比如说这这随便写的 OK 是两个 一个mj一个这这两个 而且你啊这里面是有一个右增当然一个方法 比如说这叫场内比如说我们要past 啊随便写的啊 那这也是应该写个方法的什么 声明呢 然后在这个分类的点m文章是应该对我们这个分类里面刚刚声明的方法定型实现了 叫是叫test2方法 听懂了吗 来个nslogo 随便写随便写 test2 实验一道 所以现在你想到person这个类有多么方法 多么方法 就是三个 一个是test方法 一个是starting方法 一个是test2方法 是有三个了 你想用哪个你性格包含哪个方法 是不是 现在我想掉用test2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 首先 impose 实验文件 这个文件有了你想一下我们是不是能找什么 是p来个test2方法 是不是 来一点击运行 是三个方法的文件 而且你看这三个方法是分布在不同的文件里面的 那我是可以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类非常大型的一个类拆分下很多文件 这个文件交给一个同事钱 那个文件交给另外一个同事钱 所以一般来说分类我们会分模块钱 分模块钱那么一个模块一个分类 所以分类名称一般我们以模块命名 不是以这个作者命名 很少许多名 我是跟你说要以作者命名也可以 我实际一看的名称我就知道这个分类谁写 是不是 是的一般来说是以模块命名 比如说你的一个模块是叫什么 叫什么学习模块 我们叫study 这一张就叫模块清楚了吧 而且文件名默认就是什么 类名加上分的名称你按照规范子走啊按照规范子走 这样一看我就知道哦原来这个这个文件啊是对我们左边这个类做一个延伸 制作的分类分类 是不是 这文件没什么东西啊喜欢吗 喜欢一下再看 嗯再看啊 那要注意了 注意什么东西啊分类有点注意一点 第一点分类我再写一下总结 现在知道分类的作用了吗 是在不改变原来类模型的积层啊 对不对说一下分类的作用 分类什么作用 等下我说注意点啊在什么 他可以在不改变 不改变什么 他可以在不改变原来类 我说模型能听懂吗 啊 什么叫模型呢 模型就是文件的一文件内容的意思吗 这就是模型了后来不叫模型才转移了好 再不改变原来类 内容的基础上 是不是可以 为类 增加一些方法 我这样写能懂吗